我们终于来到Kuraku 咯 有来用过餐吗? 还没,没吃过 好的,谢谢 一样拿的东西就是这个图品蒸 很难得可以吃到比较特别的食物 来试试看 我来到果然会第一个拿的食物就是 卧室的土瓶蒸 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试过树的土瓶蒸 然后这里也是有松露茶碗蒸 但是刚刚我看它应该是没完的 还没有更新 所以我就先拿了这一个 好好喝 刚刚我就去走了一圈然后去拍一些影片 它真的是各式各样 有西式、热式 然后也有中式的 然后也有甜品 然后也有沙拉 超级多选择 而且它的水也是很多品种 那我们今天就是六点到达 然后九点结束 所以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慢慢品尝自己所有的美食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拿 吃完全部的东西 这个是松露茶碗蒸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看看 原来它这里有标明 就说它是全素 有含蛋 或者是有含蛋奶 还有一个是有些含五辛 好像这些也是 这个是松露魔鬼蛋 然后这个寿司一定要试 很特别 还有这个白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我们先来品尝这一个 松露茶碗蒸 很烫哦 我们来试试看 它的松露味很香哦 然后还有一个 魔鬼松露蛋 它的蛋是有调味了的 然后就是有点带咸甜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松露香味 好 杏桃坚果蛋糕 好 杏桃坚果蛋糕 法式巧克力蛋糕 这个你最喜欢 好 还有哪一个 然后还有哪一个 水晶花糕 哪一个吧 拿两个吧 然后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 鸣香麻的 这个可以在这边哦 啊 还有一个那一个 那我帮你给你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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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走 好 新鸡四蛋糕 看我 谢谢 这里有牛棒天妇罗 很特别 一定要试试看 山药烧 然后还有这个杏包菇 还有这一个天妇罗 还有这个天妇罗 哦 这个呢 它的那边的名牌写着道菜叫做 菇菇包 看有什么特别啊 不许是在台湾的 它里面就是有一些菇 然后还有一些 蔬菜 搭配的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青豆 它的皮就是糯糯的 然后这个水晶饺很好吃哦 有惊艳到 但是只要你拿出来你太久没有吃的话 它就会皮会开始硬 所以最好就是它蒸的时候一拿出来就快点吃 它口感会更好 冰淇淋是有水晶奶素砖的 这白香果的冰淇淋真的不错是 倒一个是芋头 那这里的菜色其实还蛮多的 只是说因为它有 全素 奶素 或者是五星素 所以我们就是拿着手也要看它好 那这里的菜色其实还蛮多的 刚刚就是幸好我们第一转的时候我拿是没有拿到五星的 吃过后我们才发现到 就是它的那个卡片上其实就有写名 所以呢就变成我们的那个能吃的范围有减少了一点 吃完咯 终于体验完 很多人推荐的这个 果然会全素食的 真的哇非常的宝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会稍微贵一些 但是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体验来的 那因为今天是假期吗 就是星期了 一开始我会比较担心 就说 因为很多人可能 因为就是buffet 所以变到有些食物可能 被拿完过后呢就比较难可以再 拿到 但是不会有他们的那个出餐的那个 速度其实还蛮快的 只要一没完他们就会再补一直补这样子 人手也很多的 那现在我们吃完就要搭捷运回民宿咯 那待会可能晚一点还会去这个夜市 到时候再拍给大家看吧 还没有按赞的朋友请给我一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出去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记得订阅咯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下个影片咯